NEO Life中醫診所 優秀專業的醫療團隊 優雅潔淨的就醫環境 參加分所分別位於Milpeters、Redwood City和Sanmertail 我們將結成為您服務 為您的健康、保駕、護航 大家好 我是灣區NEO Life中醫診所的汪洪江中醫師 我在從事中醫20年的臨床經歷中 總結出了一套治療疑難雜病的有效方法 治癒了數萬病人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腰部疼痛的中醫療法 隨著電腦和手機的廣泛使用 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學習、娛樂和交流的方式 大家坐在電腦前工作和學習的時間多了 躺在床上 躲在沙發裡 玩手機也更普遍了 這就更容易導致腰背疼痛的發生 這些疼痛症狀輕微時往往會被人們忽視 因此很多會引發作骨神經痛、腰椎狹窄、 椎管狹窄、腿麻、腳麻以及更為嚴重的疾病 今年初我們診所接到了一位老客人的求診電話 說他的先生早上突然腰痛不能上班 請求我們上門診治 我到他家裡後看到病人平躺在床上 我為他做了簡單檢查 而且還需要對他的腰部進行檢查 但他自己無法翻身 在我和他家人的幫助下 用了十幾分鐘 才把他從平躺的狀態翻身成為腐臥位 經過檢查 發現他腰三、四節的橫突處壓痛最為嚴重 腰背部的肌肉僵硬 可觸及筋結 據病人陳述 他平時在電腦前工作 很少運動 昨天因為收拾房間 搬動家具 感覺比較勞累 腰部酸痛 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甚至不能翻身 這是一個典型的腰疾老損 引發的急性腰痛症 我選取腰部臀部和腿部的穴位 使用五行針法加電針和拔罐給他治療 治療後他感覺疼痛明顯減輕 第二天我還是上門為其治療 第三天他就可以自行來診所治療 腰部也可以自由轉動 此後又經過了六次治療 腰痛完全消除 活動自如 腰痛85%的原因 是腰部軟組織無菌性炎症導致 久站、久立、久坐、過度勞累、腰部的肌肉扭傷等 都會引起腰部軟組織炎症 從而引起腰痛 這種腰痛有哪些典型症狀呢? 第一 腰痛集中在腰部廣泛部位 以癮痛、脹痛、痠痛、 酸痛、無力沉重感為主 不能進行彎腰活動 第二 開始時腰痛實情實重 間歇發作 後來逐漸加重 變成持續性疼痛 第三 腰部疼痛通過熱膚、按摩或休息可以得到減輕 但因過度活動或勞累又會加重 反覆發作 第四 患病人群以體力勞動者、運動員、久坐或久立的人群居多 經常彎腰、提重物的人群居多 經我多年臨床經驗總結認為 腰痛的根本原因是本虚標識 由於脾腎其虚 斜去壁阻腰部經絡導致 斜去可以是風、寒、濕、瘀 或者幾種病邪混雜而成 治療的時候 以通經活絡止痛 去斜散癒、補移脾腎為主 根據不同性質的病邪 採用相對應的治療方法 有 溫陽散寒、去風除濕、行氣散癒等 運用五行針法 配合經絡推拿 和中藥效果極佳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請繼續留意我下一期的節目 花粉過敏症的中醫療法